在新北市新疆區公寓的住戶 則是被附近鄰居投訴說 怎麼常常從三樓住家丟東西下樓呢 包括了花盆 寶特瓶 去年甚至還有磚頭掉下來嗎 但是呢 那個其他住戶說 因為當時沒有砸傷人 警方不受理 不過被指控的住戶也否認 強調說自己沒有丟磚頭 當時只是不小心掉落了一根木頭 聲音花盆從天而降 碎成兩半罰出巨大聲響 幾分鐘前鄰居的車子才被潑到污水 翁先生就控訴樓上住戶老是把東西丟到一樓 我在這邊開店已經大概已經四五年了 它前前後陸陸續續都有丟東西下來 從天落下的物品越來越多 翁先生抬頭看看到底是怎麼回事 不解的走回來沒想到又掉下來一個寶特瓶 事發就在新北市新庄區景德路 翁先生帶著全家跨完年 開車剛回到家門口就被住在三樓的鄰居 丟棄的物品撥擊到 他說去年更誇張還有磚頭會砸落 騎士起過一塊磚頭出現在他面前 嚇得趕緊停路邊確認到底有沒有看錯 翁先生協助報案卻因為沒有砸傷人 警方也無法受理 警察來說因為沒有砸傷人 所以也不確定是誰掉下來的 被指控的鄰居直喊冤 因為要退租所以在打掃 而且根本沒有丟磚頭 一兩點的時候我以為路上沒人了 我在清洗窗台 磚塊沒有磚塊有一根木頭 事實上那個東西它是不小心掉下去 不是故意的 唯一規定進行垃圾分類 可以儲最高新台幣6000元的發環 天這麼黑花盆怎麼會離期從天而降 到底是有意還無意 雙方各說各話恐怕很難能說清楚 記者王湘張士奎新媒報道